我觉得的话呢 一般的讲 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掌门人 可以说他的家族的人呢 就获得了就是免死 或者是免于被整肃的这个 单书铁卷 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 因为的话呢 这个吴小辉呢 他这次他这个公开向胡舒立叫板 而且影射王岐山 这个背景不简单 那么呢实际上呢 是这个在郭文贵 我的看法啊 是从在郭文贵爆料之后呢 中共党内的这个 对习王的反对势力的 一次反弹和发难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习近平的话呢 就不能让了就 因为这样的话呢 将危及中共的十九大召开 乃至习近平二十大的 这么一个盘算 因为如果就是把这个火 往王岐山身上引的话 那么王岐山如果不能够 进入十九大的 保留在十九大常委的话 那么呢 习近平二十大 是不是还能够继续连任 也是一个问号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的话呢 我是从政治上来考虑 那么的话呢 实际上呢 当然整吴小辉 究竟整到哪一步呢 我看这里面 也还仍然有玄机 你包括这个 这个吴小辉 仅仅是一开始 说他就是个人原因 把他跟这个安邦 切割开来 这是第一 第二个消息公布之后 立刻在全网 又这个 就是撤除 那么的话呢 这里面反映的话呢 这个最高 这个领导人的 对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是有所顾忌 担心引起连锁反应 特别是影响到金融业 因为刚才清廉他讲了 这个吴小辉 他们这些人的话呢 金融链 他有一个资金链在里面 他大量通信是靠过 理财的这种方式 如果让安邦一垮的话 那么会引起连锁反应 最后导致经济危机 这是习近平 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